吃不吃胡萝卜的事啊 吃胡萝卜啊 啊 你别吃胡萝卜 我一直觉得我儿子不吃胡萝卜 肯定是心里作用 这是一个没有胡萝卜的胡萝卜包 这是我胡萝卜的马属 他们到底选哪个 来来来 儿子 吃哪个 真选啊 好吃吗 好吃啊 你看 我就说吧 为了这是这个事 我在工作的 我准备多找几个不爱吃胡萝卜的人 试试看 最近国潮典型成了流量密码 马属一夜之间席卷全程 所以胡萝卜和马属的结合 那些不爱胡萝卜的吃他会怎么干呢 他出于这个好奇心呢 我替你们去试一试 我的计划是把胡萝卜做成蔓越莓味 用红菜头染色加糖加柠檬汁 来模拟蔓越莓口感 进行个三蒸三晒后 这我要不说谁能看出来是胡萝卜 好了 开始做马属 没有一份粉拌 除了木薯粉和鸡蛋 剩下的都倒了锅里 把它搅拌到这个状态 趁热把木薯粉拌进去 把双手拌 压成这么样 鸡蛋分三次拌进去 不晕就好了 刀刮铲子不低落是最佳的状态 这个时候把我的假蔓越莓拌进去 这得用过一点表 不然就挤爆了 这个对形状的要求没那么严格 再蘸点水 把那个夹尖摁回去 就可以入烤箱了 180度 哇 看着好好啊 这外表看上去不就是蔓越莓麻薯吗 这种小的烤10分钟是最佳状态 15分钟外面有点脆了 20分钟超干 做那个大麻薯一般都会用玉拌粉 包装上也有配方 关键是得多多的胡萝卜干 这种做法是搓成球 那个爆浆的大泡芙更好吃 所以这个时间正好做个卡尔达酱 4个蛋黄姜糖打散后 慢慢倒入煮开的牛奶 小火炒得粘稠放凉 加点奶油或者奶油拌匀就行了 再挤到泡芙里 这种带馅的越大吃着越爽 我还做了个巨大版 我就不信了 这他们能尝出用胡萝卜 好了 准备出发 开门开门 你干嘛不放开门了 我这在里面外中间啊 哇塞 这车开着去很威风啊 而且这么好看 他们还说像司机开的车 一点都不像 怎么样 大气吧 咱不信用二胎三胎的 都对不起这大空间 还二胎三胎呢 都挑是不是得类似了 我怎么调一下这个座椅啊 哇塞 还有按摩功能啊 这按摩椅比儿子都贴心 做好了 出发了啊 复好东西啊 前面有减速带 哦 还行啊 挺稳的 到了 到了 等我停车车啊 用不住线你都开不进去 真是的 还不如我呢 咱们第一站先去厨房历险计价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这个刘杰的小马蜀 好吃吗 吃不胡萝卜的事啊 吃不胡萝卜啊 啊 你没吃胡萝卜啊 上 第二站去张妍妍家 这叔叔快 阿姨你怎么来了 我意思好吃的啊 小马蜀 我还没吃过呢 等一下 诶 你这上面什么东西啊 梦子梅 哦 好吃吗 嗯 嗯 啊 哈哈哈哈